平时量血压应该量左胳膊还是应该量右胳膊 是不是男左女右啊 相差多少算是正常 如果超过多少要考虑病态 今天张大夫用一个视频给大家把这个话题说清楚 首先说现在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啊 不光是高血压患者需要量血压 平时好多正常健康人定期量量血压都没有坏处 因为只有知晓自己的血压 才能把血压控制好 所以说现在随着大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和觉醒 很多人家里都有个血压剂 电子血压剂上臂的量量血压 这都是可以的 那么好多朋友就问了 说张大夫量左边量右边 是不是男左女右啊 还真不能这么说 告诉大家 如果你两侧胳膊的血压不完全一致 这大家别担心 别焦急 大多数人左右都不完全一致 稍微有点小的差别 一般来说 以高的一侧为准 你比如说有的人右侧高 那咱后期就监测右边 有的人左侧高 后期呢 咱们就监测左边 当然啊 这里头有些情况 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有的人呢 左右不一致 这个血压呀 尤其是高压有可能相差有20个毫米拱柱以上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 比如说 他右边的血压 一百六 左边的血压一百三 这种血压相差20个毫米拱柱以上 这个时候呢 就要注意低的这一侧 是不是有一些病态 比如说 是不是动脉存在着各种疾病导致的这种狭窄 这个时候呢 最初步的一个筛查手段呢 就是把低的这一侧呢 要注意做一下动脉的血管超生 无论是锁骨下动脉 还是上肢的动脉 都要检查一下 看看是不是有不同疾病带来的这种血管的狭窄 因为血管狭窄的一侧 它容易血压偏低一些 当然啊 这种差距在20个毫米拱柱以内的 大家呢 应该说大概率事件都无需过度的焦虑 因为本身两侧的这个血压就不完全一致 可以后期定期监测以高的一侧为准 好了 今天给大家把这个视频说到这儿了 希望手机前面的血压高的朋友也好 普通健康成年人也好 都要知晓自己的血压 因为只有自己知晓自己的血压 后期血压出现一些波动和异常情况 我们才能提起重视 也希望呢 大家如果觉得今天视频不错 转发给身边关注血压健康的亲朋好友 关注健康 关注心理科医生 张志盈大夫 检疫情 关注lly 172013 关注 优优 maximum